后续观察 管理体检 即使结合的治疗结束 也会有2%到5%的人士复发 为此,即使治疗已经结束 作为后续观察 也会在之后的两年内 每隔半年对其进行胸部X光检查 有些患者视情况会进行为期3年的后续观察 即使完成了潜伏性结合传染病的治疗 也有可能发病 接受潜伏性结合传染病治疗的人士 治疗结束后保健所决定的期间 即为后续观察期间 期间内将和结合患者同样 每6个月进行胸部X光检查 原则上请您在治疗结合的医疗机构 接受胸部X光检查 如果在同一时期 因其他理由接受了胸部X光检查 其结果可以代替使用 如果您在接受检查上 有费用方面等的困难 请向保健所的负责保健师咨询 每到6个月一次的胸部X光检查时期 保健所的负责保健师将跟您联系 询问您的身体情况和就诊情况 为此 请把您的电话号码或邮箱地址 告知保健所的负责保健师 在后续观察期间 如果您改变地址或电话号码 请务必把新的联系方法 告知保健所的负责保健师 如果您有持续咳嗽 两个星期以上等症状时 请尽快前往 设有呼吸器官内科的医疗机构就诊 同时也请不要忘记 与保健所的负责保健师联系 所以我去见大家 城台长 烯化 和 �니다 烯化 你 投足 descobrir 全部